好了兄弟们这是我以后的武器啊 跟现在的武器一样 同样是150级的没有牌面 但是好在多了俩字 神佑 这把武器要是不是龙宫用的都该多好 立龙宫有崛起的那一天吗 龙宫其实真的挺适合崛起的 因为逆龄毕竟加伤害的 哪个门派自己给自己加伤害 加民好 加奈好 新族加奈好 因为速度永远是抢不过大唐 大唐的干净加伤害 伤害就等于加速度 其他人的门派都加不了 所以说啊 大唐大唐官府是最能抢速度的 其他物理系啊 速度就跟大唐抢就别想 这武器减命中啊 这武器是减命中 但是减完命中也很厉害 行我看见你了啊 我到时候真的先跟你们玩一把立龙宫 带五件满电话语套 到时候看一下面板属性好不好啊 点杀怎么点 破血点啊 开场自己 开场给自己加逆龄啊 然后平坎跌三次半天 然后疯狂 不行啊 那就无限平坎了 没有逼中 对 点杀点不死 平坎便一饶 平A在建设 这个武器会不会变成投资的败笔 这把武器可能会成为败笔 但是心甘情愿吧 我就觉得神友一定强 先祖一定强 哎呀 那把武器奖价的时候 用尽了浑身的泄水 我问军火 我说远洋买多少钱 他说130 我说远洋真的诚心买呢 我来讲价 那说军火说那110吧 我说远洋如果立马现在都要呢 那军火说100万吧 我说那如果是我买呢 啊 军火说啊 那顶多兄弟给你便宜8万 最后 92 92 94 92 减满武器是1079在行用 远洋当时就是问问 哎我这个人 我这个人就容易想多 我当时买这把武器的时候 我是给大王挑的 你知道吗 我我我当时买第一把 那个1091的武器的时候 我给大王挑的 当时我兜里就6万块钱 那当时那号带点东西 摆了40多万 我给大王挑 大王这武器一定强 大王说这武器50万 我他妈自己刷也刷出来了啊 然后他就都在没买 然后我我就受不了了 我就觉得我就劝他的过程中 说这武器真好真好 对不对 一定值一定值 打帮战都舒服 结果他没买 然后啊 我就给买了 后来大王买那把武器啊 也很赚的 不过那把武器赚啊 是因为 对不对 响歌让他赚 那明明知道是100万的东西 就卖你50万 那就是送给你送钱吗 他买紫禁城的武器敏地啊 1090 1097 98了 利奈双家的啊 50万啊 耗的底子还不错 好像还有战火熊奇吧 我知道有一个人回头